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接下來是一些分享 其實是一些分享 希望大家有一點概念上 因為大家有一部分朋友 會照顧晚程的病人或朋友 在這方面 有時我們會遇到一些討論 或者一些想法 有些,正如爾溫剛才所說 譬如說安樂死,那是個夢 但有時很難明白 這是一個不容易搞清楚的概念 我希望在這裡也跟大家分享一點 另外一個也會看一看 就是 預設醫療指示 現在是幾開始討論 但這件事也不是 很簡單說就行 肯定不是剛才我用五至十分鐘 和大家介紹 就說得明白 但我猜大家 日後的工作 或者你遇到你的朋友 其實你有機會碰到一些問題 第一,希望大家有一點印象 也聽過一下 第二,其實網上 還有很多,譬如我相信 市民會他們 都會有很多資源給大家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你可以去找 而且真的需要一些學習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做一個 小小的簡介給大家聽 這裡是說 我們香港很厲害 世界第一 男女人都是最長命的 男人差不多八十二歲 女人差不多八十七至八十八歲 比日本更厲害 雖然大家都很多外面說 或者我們自己覺得 香港生活的質素一般 樓又貴 直接沒有樓了 或者是工作壓力很大 但是雖然這樣 我們也長命 所以有時候你想想 回頭 不是一個很舒適 一切都順順利利的環境 人等於生活得 長命 他長命是否還是好 我想這真的是價值判斷 但是回頭 有一點挑戰 其實是為人的生命力更加旺盛 其實可能是這樣 所以香港變成一個 在這個角度看 是最適合大家住的地方 所以大家也不要埋怨這麼多 有時候 但是當我們很長命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然會遇到一些困難 為什麼我們這麼長命呢? 有很多原因 可能是香港 其實香港社會真的都比較穩定 還有我們的醫療制度挺好 還有現在現代醫療的發達 很坦白說就是 令我們很難死 正如同樣說 我們很難死 我們經常都跟同事或朋友說 你一個不小心 你很容易就80多歲了 你很容易就80多歲 那袁媽媽 一百歲 以前一百歲是很大件事的 我們很少看到 尤其是我在醫院做 一百歲是不會有的 其實以前 但現在是經常都有的 還有一百歲是會出院的 不是不出院的 是會出院的 所以你看回我們的醫療系統 還有現在醫療的進步的確挺好的 不過這裡就會產生了一個困難 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你很難死 為什麼呢? 因為舉例 如果你有各種病 令你不懂得呼吸 那我有呼吸機幫你呼吸 你的心臟不好 我們有一個外置的心臟 幫你當作是心臟 我想最近大家都聽到新聞 在馬來醫院有一位心臟衰竭的病人 其實他的心臟差不多死了 即是他不可以衛生 但就靠著機器 他現在有好像一兩個月的時間可以有 現在等著換心 你的腎臟衰竭了 不會動 即是做不到 你可以洗腎 如果你吃不到東西 我可以跟你插胃口 甚至直接把營養打入血裡 所以你看回頭 如果你各種器官的衰竭之後 如果你想不死都可以 一個很長時間你都不死 唯一一個我經常在想 就是當你的腦子死了 就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還在生存 因為你的腦子死了 我可以維持你的身體 不過那個是不是你呢 就不知道 這些是哲學性的討論 我們不談 但是這裡 給大家看到 我們的確在很多時候 如果醫療和科技上 我們用盡我們的方法 我們可以將整個過程拖長很多 就是死亡的過程拖長了 尤其是我們這麼多長者病人 還有一些真正末期的病 你明知不能回頭 那是不是我們要這樣拖下去呢 這個是其實 現代醫 我想十多年 開始很多人都關注 因為以前醫學 就只是順量想 如果醫生是厲害 就是怎樣 我就令你不死 那我就厲害 但是慢慢慢慢去到一個階段 就是你這樣做 其實是不是對病人好呢 那這個就開始很多人問了 尤其是病人本身都問 或者病人的家人都問 我很羨慕袁博士媽媽的 很難得 因為她年紀大了 雖然她也有點病痛 但是她很開心 還有很多人關心 還有很多人照顧 她開心 而且她明白 因為她明白 慶祝生日 她知道她在慶祝生日 但是當然我自己是做老人科的 那我看到的 就有另外一些長者 那他們是不開心的 這些我們經常在老人院都看到的 就是說她吃不到東西 通常譬如是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吃不到東西 怎樣照顧她 餵不到東西吃了 插胃喉 插了胃喉之後她拔 拔胃喉那怎麼辦呢 結果綁住了 或者用藥物幫她 就是讓她不要那麼亂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些人就會問 你長命是不是好 自然就會這樣問 一百歲是不是好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時候我自己也會問 就是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有些病人就是 因為各種的病 她只出不了院 她只在醫院 這個病人很特別 因為她寫字 這個也挺久以前的一個病人 她寫字 她不太會說 她說不到好像中風 她不太會說 但是她很用力 去表達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也是在說死 其實她想死 她說得很清楚 她想死 她竟然在醫院裡面 我猜我們也是一個 相對好的照顧 就是我們的團隊正在照顧她 我覺得我們已經盡力了 但是她的確是受苦 這個就是她自己表達的醫院 你看回頭 所以社會上很容易 會有這樣的討論 就是 如果你看得多這些病人 你就要問 一直延長他們的生命 用各種方式去延長 是不是好呢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要停 還有 如果病人都想真的要死 你是不是應該讓他們死 這樣就開始討論了安樂死的問題 這個字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為其實在我們社會上討論 十幾二十年了 其實 但是我自己很想 尤其是大家是晚程的陪伴者 和你們讀過課程 我希望大家了解一點 安樂死的字用得不好 在我們的角度看它用得不好 因為安樂死 他們說不是安樂死的 其實安樂死 其實他們說人道毀滅的 是甚麼呢 希望大家搞清楚 當別人跟你說安樂死的時候 他在說人道毀滅 人道毀滅是甚麼呢 如果大家有養寵物 就知道 即是說一隻狗 你看到牠病 你看著牠很辛苦 那你 其實是親牠的狗 不過你不想牠再受苦 那時候就帶牠獸醫 獸醫幫牠打針 那牠就死了 是不是 那就叫人道毀滅 在社會上大部分討論的人道毀滅 都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說 病人覺得 我現在的病很辛苦 沒得救了 於是我想死 那麻煩醫生 你弄死我 就是他這樣說 你弄死我 你打針讓我死 是嗎 或者你不弄死我都可以 你給點藥 讓我可以自己吃 讓我死 我們叫做協助去自殺 就是這樣 回想起來 這個是人道毀滅 其實是嗎 一模一樣 跟那隻狗一樣 就是說當我們 或者當病人有這樣的要求的時候 那你就幫牠死 就是這麼簡單 而這個幫牠死 正如可以說出一種醫治的方法 雖然我覺得很矛盾 醫治的方法就是殺了牠 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看看 安樂死就不等於安樂死的 其實 是說我要人道毀滅的 那你是不是都支持這件事 那你再想 當然 我猜很多人 就算他真的明白這個是人道毀滅 有些人都支持的 基本上他們覺得 因為第一 人有權 那條命是他的 他想怎樣就怎樣 還有他真的痛苦 死了就不痛苦了 當然有信仰的人 不是這樣看的 但現在說到 我們先撇開信仰的討論 那他死了就當他沒有痛苦 那為什麼不行呢 真的有人這樣想的 我想說回就是 我們醫療界 最少醫生方面 尤其是我們傳統醫學上的討論 我們絕對反對 因為第一 這件事不是醫生應該做的事 這是很影響醫生和病人日後的關係 為什麼呢?就是你可以想像 你看著那個醫生 今天看著傷風感冒 肚痛的那個醫生 原來他昨天就打了一針 打死了那個病人 就是你很難再相信他 我覺得是不是 就是他真的殺了那個人 昨天真的 真的 他真的這樣 就死了 這個 我覺得這個醫生 是不應該處理這樣 就是不應該是這樣 還有一個醫療團隊 也不應該這樣 醫院根本也不應該這樣 就是唯一一個 真是很明顯發生過的事情 就是打仗的時候 我想大家聽過 日本兒子的時候 是不是? 或者是納粹黨 就是在集中營的時候 那些真的是醫生去殺人 其實是 他有他當時的原因 做了一些事情 但我們這個 其實是罪惡 另外就是說 如果這樣的方法 就已經解決了 所謂解決了人的痛苦 譬如說 我剛才譬如說 黃醫生提到 我們香港有很多 因為年紀越來越大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那其實不用處理 死了就行了 死了就解決了問題 你可以想像 如果一個社會是這樣 你怕不怕 如果這個社會 就是說 任何解決不了的事情 最後就死了就算了 這個我想 我們香港人 我大部分人 都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除非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如果我這樣的年紀的朋友 可能看過一套 他叫做游山折孝 有點暗頭 大約 多少歲 其實在說什麼 就是日本 他們很久以前很窮 有些村莊 他們真的到一個特定的年紀 就不是慶祝生日 是兒子會抬過媽媽 上去山上 其實是等他死的 他變成一種儀式 就是他當他變成一種 很莊嚴的儀式 當然是有特別的時代背景 而且因為他們很窮 真的各個村 或者各個地方很窮 但是回想想 香港不是這樣 對吧 我們怎麼可能是這樣 所以當在外面 大家說安樂死的時候 大家記住 他在說人道毀滅 第二就是說 其實我們沒理由贊成 香港不是那種社會 我們所謂富庶的社會 尤其是中國人的社會 我們覺得這根本是一個 長壽是一件好事的話 我們不應該變成這樣 但是我們也要面對一個挑戰 就是說 先說這個 在香港的確是犯法的 這件事 醫生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因為 也真的會坐牢的 所以醫生是不做的 在香港是不做的 但是 的確在外國 有些地方是合法的 還有你可能猜不到的 在哪些地方呢? 荷蘭、比利時 哥倫比亞是特別的 在南美 盧森堡 這些是什麼地方呢? 是歐洲最漂亮的地方 如果大家去歐洲遊浮 這些就是好地方 環境很漂亮 整個社會也富庶 人民生活安定 但是很奇怪的 就是他們的人想死 所以我有時想回 就是了 所以香港不是這麼漂亮也好 我們不想死 我們 他們是真的 他們覺得不可以面對痛苦 當日有一個很明顯的痛苦 在面前解決不了 不如死去 他們是合法的 所以有些人特意移民去那裡死 就是為了合法地死 因為有人幫他們死 這個是一個… 我自己看作為一個醫學上 就是醫療界的人 我是很不舒服的 對於這件事 但是奈何 現在是正在發生的 我們很不希望這個風氣繼續掌握下去 我昨天去了一個會 很慶幸我聽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中國大陸 是不合法的 這件事 我想像如果中國大陸合法 這件事我也挺害怕 我們一定會受到它的影響 但是中國大陸是不合法的 我懷疑 我們始終中國人 儒家思想 都應該不容許這件事 我覺得 這是好事 但是這個希望大家都… 如果日後討論裡 大家也要了解這件事 因為我這套晚燈片 本來是為一個宗教團體 是天主教團體預備的 所以有些宗教上的東西在裡面 但其實為大家都有些參考價值 為什麼呢? 因為在現代醫療 我們的很多看法 其實都是西方社會的一些 價值取向 而很受基督宗教的影響 所以我也講一些天主教會的看法 或者基督宗教的看法 我們的看法就是 生命其實不是自己的 因為如果你信有神 生命是屬於神的 所以我們只是一個託管人 所以我們不是有絕對權力 決定自己的生死的 你的出生肯定不是你決定 你的死亡也不應該是你決定的 如果用一個比較神學的觀點去看 但是反過來 他也看著說 痛苦不等於絕對沒有價值 在痛苦裡面有很多價值 這個跟我們人性上有一點好像 不是就這樣聽下去 不過這個的確是一個事實 如果西方醫學 或者現在的教會 他們是反對安樂死 絕對反對的 這個 詳細一點我不去談下去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日後可以跟大家再討論 因為民天上也有 但我想說一點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取態也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也接受一定程度痛苦 其實是有意義的 所以一方面我們有一個極端 就是說我們不面對痛苦 一有痛苦解決不了 我就去死 就在說安樂死或者人道毀滅 但是有另一個極端的 就是說因為現在科技的進步這麼好 有些人有要求 或者甚至醫學界都是 就是說 他要盡量延長你的生命 就回到原本我剛才看到的情況 他都明明是一個死亡的過程 但是你用各種方法去延長他 但這件事情看上去都好像不人道 因為你看得很辛苦 是不是 看回頭 現在我們的取向就在中間 其實醫學界的取向就在中間 就是說我們既不贊成人道毀滅 但是我們也不會無限地去延長人的生命 如果生命的確是在暴向死亡 我們只是有責任令他不好那麼辛苦 但是我們沒有責任去延長他 因此就會容許病人去選擇 某些醫治的方法 如果是太辛苦 或者覺得價值不太大 他可以不去醫 我們是容許這件事的 但是這件事和人道毀滅是兩件事 我很希望大家分清楚在這裏 因為這個就是 稍後講的預設醫療指示的中心 就是說其實我們都會讓病人有些自主的 他不是說什麼事都不准說 其實他可以說是事的 但是在一個局限的範圍裏面 但是他不可以要求我殺了他 不可以 如果他要求我殺了他 就是人道毀滅了 就是不行 就是犯法 但是如果有一些治療 其實不是那麼有效 或者負擔很大 包括有些治療 可能那個藥物反應會對他很辛苦 而那個效用很好很好味 又或者那些藥物很貴很貴 如果治療效果也不高 如果你很有錢你不怕事 但是他真的沒有錢 他可能令到家裡的負擔很重 那我們又可以考慮 其實是不用的 其實他都可以的 他不是一個不合理的選擇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那個著墨就會在中間 但是逢是走中間的路 有一個困難的就是 每個個案都不同的 其實 因為我們要看人是怎樣 他的背景是怎樣 我們要談的 這件事 就不是說是或不是那麼簡單 我先跳這個 現在醫管局 其實應該都討論了五至十年了 我們就覺得其實你要給病人 也有一個能夠表達到自己意願的方法 其實醫管局在幾年前開始 就經過很詳細的討論 就有了一個這樣的表格出來 這個表格就叫做預設醫療指示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在這個表格裡面 它在一個局限制的範圍裡面 病人可以預先說 它有些事情不想接受 如果到了生活末期的時候 通常他們說不要什麼呢 第一 大家經常都說 就是插胃喉 就是說我到了病的末期 我吃不到東西了 你不要跟我插胃喉 或者不要用呼吸器 就是我呼吸不了氣了 你不要用呼吸器 如果我真的心臟都不會跳 你不要跟我做心外壓那些 這些更加仔細的 譬如說如果我真的吃不到東西 也真的是最後那幾天了 我不想吊鹽水 即是吊點滴都可以 你也可以選擇 或者是我生命末期 我的病醫不好 但是又有些感染 我簡直不想用抗生素 我們也可以 或者不想輸血 我們也可以 有幾個這樣的限制寫了 這張是一張正式的文件 在醫管局那裡 如果大家真的要 真的選出來做 你可以找個醫生幫你一起談 這個就是預設醫療指示 目的就是為了讓病人 當你有末期病的時候 預先做出一個決定 和表達他的意願 這個就是說 在剛才那兩個極端裡面 我們有一條中間的路走出來 讓一個合理的安排 讓病人去表達 而那個指示就是 可以寫出來 最重要的是 我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願 讓我們末期的時候 不用接受一些 不是自己的意願治療 而承受苦楚 或者導致喪失尊嚴 也有一個幫助 就是幫助家人 因為很多時候 到這些生命末期的時候 其實病人可能自己 不懂得表達 那就要靠家人去決定 很多時候 家人就不知道怎麼決定了 因為 他真的不知道怎麼想 他沒有談過 好像剛才Evan 跟袁博士說 一早就談這些就好 但有很多人不談 尤其家人也不談 有一次就是子女去決定 我也遇過很多個案 他有幾個子女 譬如外婆去 認知障礙症 去末期 他有幾個子女 有些都覺得 不要做了 因為外婆這樣做 其實太辛苦了 他都會離開 但可能有一兩個 就不是這樣看 通常不是這樣看的 就是比較少去探望他那些 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自己 可能有 我自己理解 有時候的確是 他自己有點協救 於是他不想放手 他覺得我要逼到 醫療方面去到盡 我才覺得我做了我的工作 因為我做了我這個 推動力 那我就不會協救 但是大家看到 第一 他的動力不是很純正 另外就是說 其實對病人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的確就遇到這樣的情形 你知道在現在 我們這樣的制度之下 最大聲的那個就會贏 最惡的那個就會贏 因為其他兄弟姊妹都會聽他說 可能 因為大家都不敢 怎麼說 不敢逆他意 可能是 我們遇到這樣的情況 有時候我們真的 唯有跟進著這樣做 當然也不是說 這個不合法的做法 可能都要插衛喉 可能要釣鹽水 但是的確是會延長了那個過程 其實 所以我們很主張 就是說如果真的要談 預設醫療指示的時候 就不是病人跟醫生談 是病人跟家人跟醫生談 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做晚程照顧工作的朋友 你會遇到的 因為這個預設醫療指示 現在在醫管局的 尤其是那個老人院的外展服務 我們老人科 我們現在推行得很好 我想去到今年 或者明年 我們全部外展服務的老人院 都會有這個服務 而我們這個外展服務 是照顧到全港90%以上的老人院 所以基本上 你做的老人院 應該一定是有這個服務 我覺得應該是有的 其實差不多應該是百分百的 所以我估計 那時候你們就會有機會 陪伴一些病人 或者一些老人家 還有家人 一起去面對這個選擇 我又這麼說 雖然我們說得比較輕巧 那你就會踢踢踢踢踢 但其實不是一個問答題這麼簡單的 因為他真的要了解自己 去到病去到那個情況 然後每一樣東西 其實在代表什麼 我們試過談 是要談幾次的 姑娘要跟家人談幾次 跟病人談幾次 每次都可能半個小時 因為要著樣去解釋 大家想想 你踢這件事 是說生死的時候的決定 我經常想 你簽了一張紙 其實是很重要的紙 因為跟生死有關 你自己生死有關 你一生人 只有幾張簽紙最重要 第一我覺得是結婚證書 第二就是買樓 如果你有錢買樓 我覺得很重要 接著這張是說生死 而且這張很特別 這張不能回頭 因為你踢了你不要 接著你會在離世的過程 就會離開 好像二威說 沒有人回頭說 追回頭 結婚還可以離婚 再結婚 樓買很多層都可以 但是這一張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很認真 很認真對待這一張表格 還有我也試過 談幾次之後 他都不明白 那我們不要簽字 不要緊的 不簽字不要緊 但是討論的過程 你明白自己 了解自己多一點都可以 不是一定要簽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要安排的 好 到這裏 可能大家都很了解 因為在你的受訓過程裡 也看到 其實一個末期的病人 除了他可以表達到醫院 是一個重點之外 其實我們覺得他身心捨靈 他們各方面都有特別的需要 那麼 這些是需要一個特別的環境 坦白說 我們在我們現在供應的醫療裡面 就很難提供一個很漂亮的環境 這個是我們的病房 在屯門醫院的一個康復大樓裡面的病房 你覺得這麼漂亮 就是因為是唯一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別的就沒有這麼漂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裡是要拿走一張病床 留一張 即是說本來是兩人房 變成一人房 然後我們等一些梳化醫 等一些家人陪伴 所以我們不可以到處都這樣做 你知道爆了 我們都沒有病床 不夠病床用 所以我們不可以這樣做到 但是這個表達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當我們真的很想在一個 末期病人的照顧裡面 其實那個環境是重要的 但是在我們現在供應系統裡面 的確不容易有了 但是選定會那個地方就很漂亮了 大家看看你的Postar都知道 那個就真的很理想的地方 我會這樣看 雖然環境重要 你未必有這麼寬敞 但是你的人的照顧 其實仍然可以提供到 我懷疑在大家的院舍裡面 尤其是一些比較大型的院舍 它有提供到相約的地方 其實當然可能沒有這麼大的 但是一個寧靜的環境 和給家人陪伴是最重要的 其實這兩個人是最重要的 還有有一幫願意用這樣的方式 去照顧那個長者的人 我覺得在院舍其實也做到的 希望大家都幫院舍努力爭取 或者提供這件事 剛才我都提過了 有很多方式去幫助這些 末期病的病人 剛才袁博士也提到 我們現在在公營醫療裡面 我們都開始做這件事 尤其是為癌症病人 以及長者的病人 我們都在做 所以不只是善寧會正在努力 其實香港政府也給了資源 我們正在努力 其實我們有做的 而且最近這兩三年是做得多了 我們很希望公私營都在方面 一路向前走 可能我們的長者 還有日後我們 這幫人的照顧會變好了 我們也有做的 就是故意找個星期六下午 那些同事幫離世之前的長者拍照 這個也是在我們醫院裡面的 你知道很難做的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要特意找個地方 特意抬個長者去 這幫同事是拿OT做的 不應該這麼說 他沒有OT的 他都用自己時間做的 但他們覺得很值得 好 最後我想分享這個 我不知道賓仔 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嗎 他一個年輕人 他準備做老師 他因為一次意外 斷了頸 他四肢不能動 他一直在醫院住 其實他就坦了 但他說到話 頭腦完全清醒 一個有學識的年輕人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就是 我看回內容 他在醫院過了十二年 他看著他爸爸 他爸爸七十幾歲 他日來探望他 照顧他 他不忍心 他覺得很痛苦 他覺得 他看不到生命有什麼意義 他真的看不到 他最有名的就是寫了一封說給董建華 就說他要安樂死 他說明白的 因為他想死 他說外國也可以 為什麼香港不行 香港這麼… 怎麼說 都這麼先進 他覺得安樂死就是人道毀滅 其實 因為他想死 其實他說明白 但當然 當時引起了很多討論 最後不行 因為安樂死 這個字 在香港是犯法的 董建華也不可以這麼做 他不可以犯法 其實不行 不過 真的引起很多人去支援他 結果就是 很多人去探望他 醫院都真的特別照顧他 這麼說 醫院特別照顧他 用了很多方式 令他可以比較獨立地生活 他就… 正正可以用電腦的方式 我不知道怎樣… 他可以自己寫信 可以表達 最後他出了院 他出了院 他回到自己的學校 就跟當時的學生去再說 他反對安樂死 但當然這個過了幾年之後 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給了很多支援他 他… 他改變了他的看法 後來他去了一間公屋住 他自己有… 政府給了一個單位去住 社會處給了一個特別的支援 他跟他請了工人 有一個費用去照顧他 他最後在外面住了兩年左右 是一個急病的離世 其實… 你看看 其實很多… 你說真的 賓仔的情況 大家會很同情他 因為… 他很合理的 他想死 因為他真的太辛苦了 其實… 但你想想一下 他提出要安樂死 或者要人道毀滅 其實他想要人幫他 他想大家去… 體諒他 以及去照顧他 很多時候就是… 這是一個求救的訊息 其實… 我覺得香港社會 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社會 但是我們有足夠資源 是做得更好的 我們可以照顧到這幫人 我想其中一個能夠照顧 這些末期的病 受到痛苦的病 就是各位 因為你在學習 你學過了 你就是想做這件事 善靈會 其實很多其他磁線團體 都在做這件事 我希望… 我們從這個角度看 我們慢慢慢慢向前走 香港是一個更加… 人性的社會 以及更加懂得去照顧其他人的社會 最後一個一點就是… 我來說… 一個晚程正在模範就是德蘭修女 德蘭修女 她不是醫療界的人 她沒有讀過晚程課程 她沒有的 她是一個很傻奸奸的修女 你可以這樣說 她做了甚麼呢?她在印度 大家知道吧? 她沒事的 她在門口就把一些就死的人回來 印度是有很多就死的人在街上 印度很特別的社會 其實她就在街上死的 死了之後就丟到行河 是這樣的 她就撿她回來 跟她沖乾淨涼 然後就陪她等她死 她只是做這麼多事 不過她做了幾十年這些事 而這件事看回就是… 她的分享我覺得很令人… 我覺得為甚麼是典範呢? 就是說 其實不是很需要技術的 到人臨死那一刻 她的陪伴不是技術來的 她陪伴是個心來的 就是你想不想陪她 想陪她 她知道你想陪她 其實就夠了 我很想… 在我們的院舍 尤其是… 因為院舍的長者 相對就是比較孤獨的長者 就算是家人 家人都不可以經常陪她 不然就不用帶到老人院了 最能夠陪她就是各位 因為你們就是那裡的員工 但當然要你們做很多事 是很難的 我都知道 因為大家都很忙 但是看你有沒有那個心 你有這樣的機會 那你就做這件事 做得多就會變成聖人 其實這個是真的 要互免 我自己也幫忙 要做這些事 謝謝 我先分享到這裡 謝謝你 了解 谢谢大家